在杭州岳王庙 民族英雄岳飞目前跪着反捡双手的宁臣 秦桧夫妇下 其历史已有八百多年 民众对这对坚定小人的憎恨 用唾液和锤打来表示 使得秦桧夫妇贵重诸多二十二余次 岳飞是南宋抗戒 他所率的岳家军纪律严明 作战勇敢 让金军闻风丧胆 他立志收府师弟 指导黄龙府 银回徽 清二胜 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 然而 就是这样一名戎马一生的名将 却被宁臣秦桧莫须有的罪名所杀害 令人吹嘘 公元1140年 岳飞率领岳家军从湖北出发 到河南时和金人 进行了真情对对碰 结果 岳家军屡战屡胜 先后收复了淮宁府 尹昌府 河南府 郑州府等军事重镇 此后 岳飞再接再立 联合河东河北的乙军 打击金军 收复了更多的宋朝失地 金军也进行了绝地反击 完颜周必探知 岳飞所驻扎的衍城 势单力孤后 亲率一万五千精锐骑兵 指导衍城 企图一举揭灭岳飞 面对敌大军压境 岳飞毫无惧色 金军使出了秘密武器 重甲骑兵铁浮屠 主动发起了进攻 而岳飞则灵活应战 他派游义军 马军 贝归军分层次应敌 并且步兵手持大斧 麻扎刀严阵以待 他们下砍马族 上砍敌军 大破金军铁浮屠 最终大摆金军 直接斩杀了金军将领 阿里夺背锦 不久 完颜宗必召集二十万士兵 全土重来 岳家军大破境反的精兵主力 取得了衍城大捷 衍城大捷 让深受金人入侵威胁的宋人 看到了希望 然而 就在岳飞准备乘胜追击时 继续收复疆域时 突遭横变 宋廷连发十二道金牌 要求岳飞火速撤军回朝 岳飞不得已班师回朝后 他很快就被宁臣秦桧构陷而冤死 眼看胜利唾手可得 而高宗偏要岳飞班师回朝 甚至在其归朝后 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杀害 岳飞被害时 是手握重病的大将军 按理说 朝中军臣都不敢轻易地动他 然而 他还是惨遭了杀害 主兄显然不是秦桧 而是宋高宗赵构 宋高宗赵构之所以要对岳飞痛下杀手 原因很简单 两个字 猜疑 因为金人入侵 宋高宗有过逃亡江南的落魄经历 再加上还发生了苗流兵变 宋高宗唯一的子嗣 死在了逃亡途中 因此在立处一事上 满朝文武没人敢提 然而岳飞欣喜天下 便是碰到这个眉头 最终犯上的引起了宋高宗的猜忌 同时 岳飞所做犯上之事还有很多 最典型的就是不听从命令 在和金军的对抗中 一意孤行的要指导黄龙 违背了宋高宗求和的初衷和底线 再加上岳飞为人孤傲 得罪了不少权臣 很多人在宋高宗面前说他的坏话 秦桧的谗言便是其中分量最大的 这让宋高宗对他更是猜忌不已 也正是因为这样 宋高宗连发了十二道经令 把岳飞召回 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本就是功高震主的岳飞 又因唯令不尊 他被召回后 宋高宗只有杀才能解除后患 因此秦桧出马了 可怜的岳飞最终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 秦桧之所以要害死岳飞 很多人都说秦桧是惊人的奸细 据悉岳飞前一撤军 秦桧在宋高宗的指使下 马上与金武术展开了谈判 很快就达成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绍兴合议 条款除要南宋称臣 纳贡 赔款 割地外 金武术还提出了一个额外的要求 必杀飞 在给秦桧的信中 金武术这样写道 而朝西义和情 而岳飞方为河北图 且杀吴旭 不可以不报 必杀岳飞 而后何可成也 为了复合 加上秦桧的蛊惑 岳飞必死 岳飞死后 有近人撑腰的秦桧 竟然当任独相长达十八年之久 投鼠忌器的宋高宗还对他百依百顺 言听计从 宋高宗死后 宋孝宗继位后 立马给岳飞进行了平反 而这时秦桧已经死去 于是宋孝宗下令 将秦桧中线的一号改为谬丑 除非身亡的爵位 后来 人民把宁臣秦桧夫妇向反简双手跪于岳飞目前 以此表达对民族英雄的缅怀 并种期间 当朝皇帝赵构还亲自到了秦府 看望了他 主他好好养病 作为两度宰相 蓬党众多 敛财亦多 秦桧的葬礼在当时不会简单草率的 随葬品肯定不会少 刀墓贼从他的墓里倒出了巨额宝物来 是很正常的 霍霍被以巨万计 一说不虚 但周辉没有记下被盗的秦桧墓 只在何处留下了一个历史遗憾 不然也不会有几百年后 媒体疑似秦桧墓风波了 不过周辉所记的这次盗墓事件 似乎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 2004年在南京江宁县 慕隆村发现的那座疑似秦桧墓 在考古时发掘时发现 此墓最早的盗墓时间应该记载明代 会不会就是周辉所记的这一次 由于该墓被导严重 几乎没有出土任何可以证明墓主身份的物件 给现代的考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因为有专家称这就是秦桧墓 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而据南京考古界知情人士告诉笔者 这座曾被否定了秦桧墓 后经反复地考证 考古专家内部意见认为就是秦桧墓 但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 有关人员吸取了发觉是说话太多惹祸的教训 谁也不愿意再次承担舆论的风险 不敢再向媒体爆料了 这也是目前一直不公布的这一重大发现的原因 其实秦桧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人 他是地地道道的南京人 相当地有才华 曾考证宋徽宗政和五年禁止 如今通用的宋体字 既为秦桧首创 实称秦体 此后人们恶其名 才改称为宋体 主流史学观念认为 秦桧是陷害抗清英雄岳飞的主谋 实际上 在从政早期 秦桧也是一名爱国青年 反对向北方割地求和 据宋史秦桧传 卷4713 当初 朝廷委派他到张帮昌 使北宋礼部太宰 后被人扶植为傀儡的大楚皇帝 为手下做事 秦桧感到十分痛苦 认为这是一个专门为割地求和 而设的衙门 曾三次辞职 但均未被允许 宋慧宗 宋青宗二帝 被金人服劣后 秦桧也作为人质被带走 后来 秦桧用重金贿赂了金国大将年汉 到北宋皇陵主谋 得以逃跑 有人因此认为 秦桧是金国奸戏 实际不适 回来后 宋高宗赵构很高兴 但秦桧却撒了一个大谎 告诉赵构 他是杀了监视他的金人逃脱的 秦桧因此一时成为了了不起的人物 秦桧变坏 职党专权 是在做了宰相以后 秦桧主张与金人议和 于是处处打压不利于议和的言行 阻止收复国土 据南宋出人含糊所传 建权日记 绍兴戊成年 公元1148年 太常绍兴方庭朔出使金国 顺便皆分于 河江南拱义县境内的 北宋皇陵 此时 昔日威严无比的皇家陵寝 已遭年汉 为其儿皇帝刘豫等人 先后盗绝 凄凉无比 惨状随处可见 宋哲宗赵旭竟然惨遭晒尸 尸体被盗墨贼拖在陵外 已多日 方庭朔实在看不下去 截下自己的外套 把尸体包裹起来 出使归来 方庭朔把北上所见 一一奏兵皇帝 这可是赵姓皇家的奇耻大辱 赵构听罢悲痛欲绝 他一把眼了一把鼻涕 对朝臣表示 要收复尸弟 击退金贼 为祖宗报复 宋高宗于是派岳飞和河南政府 使翟欣父子带兵北上 向金军宣战 一度收复了拱义邻区 方庭朔犯了政治幼稚病 这不是明显要激怒赵构北伐吗 秦桧十分恼火 当时就怒斥了方庭朔一通 弹劾他出使金国时 有失国礼 不久 方庭朔被降调去了广州 地方任职 妇任没有一个月 便患温尸病死了 秦桧不会想到 他死后 一如宋哲宗赵旭一样 墓被盗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